大家好,我是多伦多方脸 每次一说到中国经济 很多人就会拿它和日本曾经失去的30年来对比 说中国即将像日本一样失去30年 当然了,之所以有这个说法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因为中国经济当下确实和当年的日本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比如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也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而且中国现在还陷入了恶性通缩 这些都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时的典型征兆 那这一期我们聊聊这个问题 聊聊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 到底和日本失去的30年有几分相似 也借着日本的问题来说一下中国当下经济危机的背后逻辑 首先这里我们先说说这次危机的表现形式 日本的失去30年开始于1990年前后 在那个阶段日本迎来了双重的打击 当时的日本房价迅速暴跌 日本的股市也开始出现了迅速的暴跌 从那一波下跌之后 日本的经济自此一蹶不振 常年的GDP增速维持在1%左右 而中国现在在这个具体表现上和日本其实是很类似的 中国当下也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中国从2021年的三季度就开始出现了房价的下跌 其下跌速度从目前来看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日本 而股市也是类似 但是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股市看起来似乎比日本当年要好一点 毕竟日本的股市仅仅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 就从4万点的高峰跌到了1万5千点 而中国的上涨指数虽然也下跌了 但是跌幅似乎没有日本股市那么大 毕竟A股巅峰在最近也就是2021年2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涨指数也只有3655点 而现在下跌至了3000点左右 虽然跌了 但是也没有到达腰斩的地步 这样看起来似乎是中国的股市好一点 但是其实不然 中国的股市并非只有上涨指数 中国它的情况比较特殊 中国还有大量的公司在港股和美股上市 而在这两个市场上的中国企业 他们的跌幅并不比当年的日本要好多少 恒生指数已经从2021年一季度的巅峰 30644点 迅速下降至了今天的1万8000点 达到了接近腰斩的水平 而纳斯达克金融指数 它的跌幅则更加明显 已经从2021年3月的高点 20893点 跌至了今天的5907点 这都已经不算是腰斩了 而是跌的只剩个零头了 当然了还有包括PPI CPI等更多的数据呢 就不一一列举了 所以从技术指标上来说 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已经出现了和当年日本一样的情况了 并且我们还能发现 不论是股市的下跌 还是房市的下跌 都是从2021年这一年开始的 其实中国的泡沫核实破裂的 这个时间点呢 现在来看并不难确定 那就是2021年这一年 只是当时的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那么说完危机的表现方式如此相同 我们再来说说危机的成因是否相同 我觉得这里面得分两个方面 如果从经济学技术的指标上来看 中日两国的危机成因是非常类似的 但是如果我们深究到它们最深层的原因 却能发现大有不同 首先对于日本为什么失去30年 墙内呢 对此倒是有一套粗俗的理解 那就是日本之所以失去30年 完全是因为美国的打压 是因为日本要超越美国了 美国不能容忍 针对日本 才导致日本衰落的 美国以自己强大的实力 逼迫日本签下了一纸丧权辱国的广场协议 致使日本的经济完全陷入了困境 日本因此经济才崩溃了 出现了失去了30年 当然这一说法呢 基本上除了中国部分人认可 那世界上呢 基本上没有其他人认可 你要和日本人说这种逻辑呢 估计日本人会觉得你是傻子 当然这种类似的事情 还有休克疗法毁了俄罗斯 这也是同理 不过即使在墙内呢 只要摆脱了传统的爱国媒体圈 放在专业的经济学角度上来说呢 也不会有人认为 日本是因为美国的一纸协议就崩溃了 而对于日本为什么失去30年 之前有很多经济学家讨论的角度呢 都着眼于日本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 比如错误的降息和加息策略的 亦或者呢 着眼于泡沫之前 反思日本为什么会积攒那么大的泡沫 但是从顾朝明开始呢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 为什么日本出现如此大规模 且长时间的衰退 那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 这理论呢在日本是很受欢迎的 也让顾朝明呢 一跃成为日本当前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 那么什么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呢 资产负债表呢 实际上是一个会计上的专用名词 它用于衡量一个企业的资产和负债 加减这张表上的资产和负债呢 就可以得出这个企业最后的实际资产 当然了你这么理解 肯定理解不了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什么意思 我这边呢用一个更加通词的逻辑 来解释这个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 在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之后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呢 那就是整个社会的所有人 都在忙着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这个修复资产负债表在企业端比较好理解 那就是企业的经营逻辑会着眼于减少贷款 增加企业的利润和资产 让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了 那还有企业不着眼于利润和资产的吗 那其实是有的 并且这种企业还非常多 比如当下的英伟达 你说对于英伟达他的利润重不重要呢 他到底有多少净资产重不重要呢 那肯定也是重要的 但是能让英伟达走到今天这个股价的 那肯定不是因为他净资产有多少 也不是因为他现在的利润有多少 而是因为他在技术上的领先 技术上的投入带来的技术领先 远比这个企业他当下的利润负债净资产有多少 要重要的多 那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又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当下欠的钱和拥有的资产 那什么又叫修复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呢 那就是你个人多存钱 少借钱 不贷款买房 买车 消费 多存钱 准备养老 看病 因此我们能发现 当整个社会出现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趋势之后 社会上的企业会开始不愿意贷款 人民也会开始不愿意借钱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社会的债务就会开始缩水 当然缩水的 它不仅仅是债务 当企业不愿意借款之后 那自然企业也没有生产的扩张 而当人民不愿意借钱 增加储蓄倾向的时候 那么社会也自然没有消费 整个国家的企业价值 会因为缺乏消费和企业扩张 开始缩水 这种缩水呢 它自然体现在股市上 当然也体现在房市上 大家一说到消费呢 经常就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 房地产它其实也是一个消费品 并且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主要消费品 只是因为它是一次性购买的 所以被大家忽略了 在顾朝明的理论中 导致日本出现危机的导火索 虽然可能是房价的突然下跌 和股市的突然崩溃 但是他认为 日本持续的房产下跌和股市下跌 其实本质原因 是因为社会的贷款倾向出现了改变 日本老百姓对于存款的意愿开始增加了 而日本企业对于贷款的欲望却开始下降了 而这种资产frival衰退的情况 其实在中国的当下也是很明显 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很明显的贷款意愿削弱 从2021年开始 中国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下跌 而作为衡量社会贷款金额的主要数据 涉容数据 更是在2024年的4月出现了同比负增长 1987亿 这是2005年以来的首次 各个行业都在减少贷款 情况的恶劣程度 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日本 当然这种负债表的衰退 除了社会贷款的减少 这里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也失效了 政府这个时候 即使想拉贷款也拉不起来了 要说这个问题 在这里要说一个基础的经济学概念 在我们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 你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还是西方的经济学 都默认了人和企业是逐利的 连更是被视为生产资料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 只要拥有生产资料的人 就一定可以利用生产资料赚钱 而人都是逐利的 外加钱一定可以生钱 那会造成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这个社会上的人 会拥有无限的贷款欲望 整个社会的企业和个人 都希望能带到更多的钱 去进行再生产扩大利润 而这种情况 一般是政府要加以管控的 不加管控或者说管控的不好 就会造成经济的泡沫 比如美国当年出现房地产泡沫 就是因为政府对于房地产贷款 它的监管出现了问题 因此呢 政府其实大多数时间 都是在抑制这个泡沫的 而基于这个逻辑呢 如果政府想推动大家借款 推起这个泡沫 应该是很轻松的 只要政府放松管控 降低贷款门槛 降低贷款成本 也就是降息 那么自然而然呢 大家也都会蜂拥而来 借更多的钱 但是问题是 这种放松管控的方式 在日本当年失效了 日本后来维持了长期的零利率 但是整个社会的贷款 依然没有复苏 而这种宏观调控失效的情况 也在当下的中国开始出现了 中国最近也数次降低了利率 同时降低了房贷的各种限制 企业贷款的各种限制 但是大家的贷款热情 依然没有上涨 最近啊 其实应该有很多人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疑惑 就是中国政府呢 他已经通过了各种手段 放了非常多次的水 但是呢 大家能发现 社会上的热钱 好像却没有变多 放了那么多水 到底钱去哪里了 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普遍疑惑 而这种放水 却不能刺激贷款 却不能导致社会上的热钱 变多的情况 实际上就是宏观 刺激政策失灵的结果 是政府已经没有办法 刺激大家贷款的一个结果 中国呢 也基本上符合了 当年日本出现 资战负债表衰退的所有要素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其实还要再尝试的 进行深一步的探讨 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借钱 为什么日本降低到了零利率 都没有人贷款 为什么中国降低了贷款利率 大家也不愿意贷款 这就要说到上面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 所忽视的人性中的另一个要素 安全要素 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并非总如经济学教科书中 所假设的那样 一直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安全稳定 有时候也是很多个人和企业的选择 而安全和稳定 在经济上最好的体现 就是降低债务 这种债务最小化 所带来的安全感 其实在中国老一辈人身上 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 他们很明显地排斥借款消费 超前要费 这种思维本质上 就是债务最小化的思维逻辑 任何企业不仅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有时候它也会有债务最小化 或者说安全最大化的追求 而陷入资产负责表衰退的国家 其实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普遍由追求利益最大化 转变成了追求安全最大化 债务最小化 当然这种追求安全最大化的思维 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问题上 也就是不仅仅体现在借贷问题上 你是更愿意考公务员 还是更愿意去大涨工作 其实也体现出了 你到底现在是更加倾向于安全 还是倾向于追求高利润 进入互联网大厂 那很显然收入更高 但是工作朝不保夕 而进入公职人员体系 那自然是代表着收入更低 但是同时它更加安全和稳定 对境中国人对于工作的渴望 已经从大厂热变成了烤工热 这其实也张显出了整个社会 更加开始倾向于追求安全 而为什么会出现 社会倾向于债务最小化 除了因为缺乏对于未来的预期 这种感情上的因素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 就是整个社会 它确实没有什么有效的投资渠道 投资回报的过低 使得大家不得不去追求安全 但日本进入泡沫时期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 日本人基本上会发现 他投什么回报率都很低 投股市没有回报 投楼市也没有回报 而类似的情况 其实也出现在现在的中国 我经常能收到私信问我 觉得现在如果他人还在墙内 他应该投什么资产才能保值 股市他涨不动 楼市也在下跌 银行存款的利率又那么低 还随时有可能爆雷 中国人在当前这个阶段 基本上也丧失了有效的投资手段 而中国的企业也是如此 现在的中国很多企业 很难再通过扩张获得收益 在当下中国的钱 也就是所谓的生产资料 它带来的回报率 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都被日本和美国反超了 有时候不是我们想债务最小化 而是整个社会的低回报率 逼得整个社会没有办法 运行债务的扩张 其实墙内总有人说 中国已经崛起了 产业升级已经成功了 感应超美了 也没有所谓的产能过剩 但是对于说这样的话的人 其实可以问他们一个 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你们既然如此笃定 新三样会崛起 那你现在敢贷款 去投资新三样的股票吗 你既然笃定比亚迪 能成为世界第一车企 那你为什么不贷款 去投资他们 其实答案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们不论本身吹得再好 但是其实他们的投资回报率 也很低 而且现在很多的新三样企业 自己都不干进行自我投资了 在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了 而说到这里 我们能发现 日本的当年和中国的现在 是非常类似的 整个危机最明显的体现 都体现在了房价下跌和股市下跌上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现在看起来都是资产负债表衰退 所导致的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陷入了 不愿意贷款的状态 更加倾向于债务安全 而造成追求债务安全的原因 同样是因为缺乏对于未来的预期 以及确实没有啥东西可以投 但是之后 为什么对于整个社会缺乏预期 以及为什么整个社会缺乏投资渠道的原因 在我看来 却出现了很大的差距 对于日本社会 为什么当年缺乏投资渠道 以及缺乏对于未来的预期 我们这里可以把视角拉回到1990年的日本 看看他们当年的经济情况是什么样的 其实就知道了 他们之所以缺乏预期和缺乏投资渠道 那是时代的局限性所导致的 日本的人均GDP巅峰是在1995年 那个时候他们的人均GDP达到了4.4万美元 而当时的美国人均GDP仅为2.76万美元 日本当时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1.62倍 那你觉得这种存在它合理吗 这种存在肯定是不合理 你说当下有没有国家 它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62倍呢 那肯定也是有的 现在美国的人均GDP是8万美元左右 1.62倍呢是13万美元 现在世界上呢 有卢森堡摩纳哥 列支敦士登 三个国家达到了这一标准 但是很明显的 这三个国家都不是典型的国家 更像是一个城市 这三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呢 也都没有70万 而日本就不同了 日本当年已经是一个拥有1.25亿人口的国家了 它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其实我们总说呢 人均GDP高并不是因为哪个国家又剥削哪个国家了 人均GDP的高低 其实和他们自己国家所创造的价值有关 这种价值呢 包括产品制造 科技创新 能源生产 等等等等 那个时候的日本 虽然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能力也很强 但是你能说它超越美国那么多吗 那很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日本泡沫破裂之后 大家没有信心是正常的 因为日本的发展 日本人的人均GDP 已经触及到了当时人类的天花板 其实这里呢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当时的日本泡沫危机之后 再来一次大复苏 那该复苏中什么样呢 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的两倍还是三倍 这很显然是不现实的 更何况是对于一个1亿多人的国家 这种人均GDP 就不属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产物 因此日本人对于未来缺乏预期 也是很正常 而同时因为缺乏发展的空间 那整个社会呢 自然也不会再出现 大规模的高速回报的一些公司和企业 那自然也没有高额回报的投资产品 但是当下的中国其实就不同了 中国的发展空间 完全没有达到人类社会的承受极限 中国现在的人均GDP 仅仅达到了一个标准的中等收入国家 属于一个世界中间水平 还有着显著的发展空间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现在也缺乏信心呢 中国人为什么现在也缺乏投资渠道呢 这完全就是因为中共乱搞所导致 中共自己一纸禁令就打死了一个行业 怎么能让整个社会具有信心呢 不愿意放任企业自我发展 对企业的发展横压干涉 也阻止了中国出现产业升级 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可以说中国当下的发展困境和日本完全不同 日本当年是因为触及了人类的天花板 而中国当下发展的困境 可以说完全是中共自己人为制造出来的 当然因为这个原因 也使得中国其实更容易走出当下的困境 因为不同于日本 是因为时代的天花板存在 使得日本无法走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困境 中国呢 其实并不存在硬性的发展门槛 最大的阻碍实际上是中共 这使得中国退出当下日本衰退的模式 其实是很简单的 什么时候中国没有了中共 中国就可以走出当下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困境 就可以得到发展上的解放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中国人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意识到当下的经济困境 完全是中共所导致的 而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中国人又什么时候愿意站起来反抗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多多方脸 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推荐我的权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